飛的蛻變 出現在寵物展中 三寶媽王婉飛 投一回不以藝人身分亮相 一創業合伙老闆 在櫃位前滔滔不絕 有貓咪 噴貓咪 噴他的屋子 消毒狗退車 衣服啦 衣服 貓沙 還有娃娃 忙著講解海邊開直播 自創全球第一台MIT消毒機 紅到泰國 日本和韓國 難得空閒的劉根宏 也成了幫手 他是顧問啊 也沒有領薪水的顧問 沒有領薪水的顧問 就是顧什麼顧什麼 什麼股東會我還要去開 然後我說關我什麼事 我又沒有領錢 然後我拿一份這樣 我又沒有我的名字 為什麼我要去開會 然後我就因為你是我老公 對 所以我就義務幫忙了 三年前走進產線創業 王婉菲單純只是想解決 孩子腸病毒反覆傳染問題 和兒子同學的媽媽 靠著化工背景努力鑽研 起初一度不被看好 因為他剛好要讀化工科的 所以他們有一些他們的語言 所以他在講這些東西 給別人聽的時候 其實我們以男生的角度 會覺得我會跟他講 我說誰要買這個東西啊 你們瘋了嗎 然後剛開始其實都被笑啊 都被人家笑就說 你們坐在幹嘛啊 以前大概只有媽媽會在乎 有小孩的媽媽會在乎 然後反而消毒這些東西 寵物的人 寵物的人也還比較在乎 對 因為除臭 貓沙除臭什麼的 所以寵物界很紅這台 然後但是後來 是因為過年的時候 疫情忽然出現 所以那個機器在過年的時候 就存貨全部忽然被賣光 四十歲一頭在進創業路 其實出道前 王婉菲沒想當過藝人 更沒想過當老闆 一九七八年出生的她 家中排行老大 從小個性還派率性 念武專時留短髮像個男孩 最愛打籃球 我是以前就長了一些小男生 然後都剪男生頭 然後都跟男生混在一起 然後又讀化工科 所以我就比較 而且稍微胖一點 微胖 對 然後就是瘋滿 然後所以我就覺得 我也沒有什麼化妝啊 保養啊什麼那種 然後我就覺得那個不是我 我就是很隨性 帥氣這種 就是走男生路線 然後後來媽媽就覺得 她看到我是那個樣子的女生 她受不了 她覺得她很擔心這樣 她就覺得 那個我幫你報名選美好不好 然後我就說 選美 選什麼美啊 然後我說我長怎樣 你叫我去選美 你不是弄我嗎 我媽媽說 我就早就知道你不敢 然後就用激醬法這樣 然後我就看他們就說 誰不敢啊 要去就去啊 怕誰怕誰啊 然後其實我是那種 就被激到啊 就有點像男生的性格 就不能被激 然後我就去了 今天帶來非常美麗的 激醬法讓王婉芬專次參加選美 要在三個月訓練過程 全身盪改造 第一次參賽嚇到大家 第一次那個選美比賽 三個月的訓練過程當中 然後把我改變成現在這樣 然後就在過程裡面 我剛去比賽的時候 大家看到我去報名 然後眼睛都有點嚇到這樣 那種眼神 想說你還敢來這種喔 因為我去的時候 現場所有的女生都是那種 模特兒啊 然後又不是那種笑話啊 就整個都是已經漂亮好的 已經都是美美的去的 然後我不會穿高跟鞋 沒穿過裙子 然後頭髮又短 然後又不會化妝 然後又胖 就是反正就醜到爆了 可是那三個月要訓練嘛 然後我就在裡面學化妝 然後因為要比賽 那你不能胖啊 所以就開始減肥 然後開始學習怎麼樣 穿高跟鞋走路 不只是要穿高跟鞋走路 還要走台步 這個是超難的耶 從複賽要進決賽的時候 要準備要決賽的那一天 我媽就說 開到路上就說 還是我們回家啊 不要比了 我說為什麼 我說我都已經努力那麼久 三個月 今天終於就要拼勝負 前三名 我說為什麼不比 然後我媽說 他說你已經改變成這樣了 已經是達到我的期待了 就去比 然後就那一天 然後也沒有第一名 然後也沒有很爛 就是第二名 我覺得那成績對我來講 很OK啊 因為對我來講 已經算是一個很好的肯定 從不會穿高跟鞋 到一名驚人 往往被前所未有的大改造 後來就向選美選手 一路過關斬將 從環球小姐奪下冠軍 代表台灣出賽 在菲律賓拿下亞太小姐第三名 二十一歲 被項中踏進演藝圈 你把入雪紛飛了眼淚 我等待想要了誰 丑小鴨變天鵝 人生從此大轉彎 單綱周杰倫 MV女主角 也接拍電視劇 在演藝圈遇上另一半劉更宏 如今當藝人二十三年 重拾化工老本行 勇闖新局 MV女主角